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乐娜 眼下正是蒲公英盛开的季节 蒲公英为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 头状花絮 它的花为白天开放 夜晚闭合 每一朵花大概要开五到六天 此时的花营养价值最高 它含有蒲公英醇 蒲公英素 胆碱 有基酸 菊糖 等多种健康的营养成分 有利尿 缓泻 退黄胆 利胆等功效 蒲公英同时还含有蛋白质 脂肪 碳水化合物 微量元素 及维生素等 有丰富的营养价值 五六天花谢之后 蒲公英的种子上有白色的灌毛结成的绒球 随后就随着风飘到新的地方去孕育新的生命 因此蒲公英的花营养价值最高 今天我们就摘取一些蒲公英的鲜花 来做一道蒲公英鲜花小饼 最好在中午的时间来摘取 我们摘取几十朵蒲公英的鲜花 随后呢我们用清水呢把它冲一下 放在旁边沥干水分 下面我们开始调面糊 准备一个大碗 放入两勺面粉 随后再放入一勺淀粉 再加入一点食盐 然后再打入一个鸡蛋 接下来我们来调面糊 最好吸一些 所以呢要加一些水 火上做锅 锅中倒入一些橄榄油 油六成热后转成小火 现在我们拿起一朵蒲公英花 手捏花饼 让花在面糊里蘸一下 让花朵裹上一层薄薄的面糊 然后花朵向下放入油锅中 面糊里只需加入少量的食盐 进行调味就可以了 不要加入姜粉 胡椒粉之类的香料 以免呢抢去了蒲公英 清淡的清香味道 估计呢吃过这道美食的朋友呢 可能不太多 蒲公英的营养价值呢非常高 但是呢它随处可见 而且呢脱手可折 很多朋友呢就忽略了它的存在 它可以生吃炒食做汤 蒲公英花呢还可以做沙拉 我们经常在院子里做花园的时候 摘取蒲公英的花呢直接就放到嘴里 非常好吃 另外呢在这个面糊里边加入一些淀粉呢 主要的作用是为了让它酥脆 所以炸完了以后呢它的口感非常的好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 裹上面糊的蒲公英花呢 开始在油锅里绽放了 等到它定型以后呢 我们就给它翻到另一面 还有一点需要提醒的呢 就是在采摘 蒲公英的时候呢 一定要采摘 已经开放的新鲜的蒲公英花 而且呢采摘下来之后呢 马上就进行制作 否则呢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 蒲公英的花呢就不新鲜了 而且呢还会出现打蔫 花瓣合拢的现象 做出来呢也不会很好看 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面糊呢 调的时候最好呢就是不要太稠 因为蒲公英花的花朵本身呢 比较焦难 稍微裹上一层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呢开始给它翻面 炸到这种金黄色的就可以装盘了 这种蒲公英鲜花饼 特别适合三五好友小聚的时候 当做甜品或者是小吃 边喝茶边聊天 在品尝的清香又有营养的小饼 这种惬意的温暖的时光不过如此 这就是蒲公英鲜花饼 有些微酥 有些鲜嫩 淡淡的花香 宜人的口感 蒲公英是大自然给予我们最慷慨的礼物 现在正是它盛开的季节 它会给我们带来健康和美丽 千万不要忽略了它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